我是周石權 是一個私人執業的整形外科醫生 我選擇整形外科 是因為整形外科手術 可以幫助病人改變他們的容貌 改變移容 讓他們能夠重拾自信 讓他們能夠重拾做人的尊嚴 我是1995年的時候 參加基督教天倫基金會 開始做義務的手術 我們開始的時候 是去中國河南的許昌市 慢慢我們就去其他地方 我們做手術最小的是三個月大的BB 最大的有五六十歲的套唇病人 很多人因為套唇的外觀不好看 就會藏起BB 就不讓他出街 又不讓人知道 有些地方甚至會覺得是一個家庭的恥辱 是一個奏座 要剔除這個奏座 他們甚至將BB是殺死的 接受手術的病人 他們除了肉體得到醫治之外 他們的生命都是有很大的改變 幾年之後我們見到病人 他們成長了 他們結婚 有他們的事業 有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改變 都是對我們來說做人道工作 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很大的鼓舞 很多時病人多謝我們 其實我們真的要多謝他們 其實我們去做服務 只是短短一兩個星期 但是病人的缺陷 他們所受的心理上的痛苦 是跟隨他們一生一世的 能夠去幫他們 因為我們都是希望讓他們明白 人間有愛 我們希望他們知道這個世界 其實有很多人都支持他們 而有這樣的能力去幫他們 都是我的福氣 很感恩我還有健康 可以繼續去做服務 我也都很感激我的家人 特別很多謝我太太的支持 因為她支持我 所以我就可以繼續做 我們很珍惜我們一起出隊的機會 可以一起參加服務 能夠幫助病人 為他們修復他們的面容 讓他們重拾自信 重拾做人的尊嚴 對我來說 這些就是人道精神